世界最受欢迎名气最高的一个宇宙人角色 究竟怎样可以做到是 说得出他的名字就知道他的造型 知道他的造型又说得出他的名字 甚至你可能不认识咸坦超人 都认识巴鲁坦星人这个角色 巴鲁坦星人其实就是日本人 在No.1的宇宙人怪兽角色 除此之外他也是怪兽走场的名誉店长 除此之外他也有很多角色各样的商品广告 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看看这款PU60CM的 巴鲁坦星人发光模式 事不宜遲 你现在看的是玩具日报 玩具日报视频 玩具商店街 今天我又找到Hero上来和我们说的 一只的BU 巴鲁坦星人 你是谁 我是Owen 我是Hero 今集我们就讲一下这一只BU的巴鲁坦星人 巴鲁坦星人 人气都相对来说比其他角色 在造型方面其实都多 没错 蟹、螃蟹和龙蝦的混合体 作者原本的设计是根据这三样东西 去设计这个宇宙人出来 事不宜遲 我们现在就立即开箱给大家看 终于都开了出来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虽然在动漫节都试过了 但我们也再拍一次 如何安装正眼上去 Hero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那个 眼的灯 眼的灯 就是眼的罩 大家看到是这样吸回去 大家看到是这样很简单的可以拍到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转回到眼的位置 过程可能要久一点 如果大家不是这样熟 OK了 首先跟大家讲 巴鲁坦星人的背景 巴鲁坦星人的名字 是来自一次世界大战的 巴尔干半岛 因为当时那里是一个火药库 巴鲁坦星人也是一个 好战的宇宙民族 当年他们的背景就是因为 核爆的实现 炸了自己的星球 所以就侵略地球 其实在故事的发展 如果看回这个吉田 我们叫初代超人的吉田 其实那集他们 带了大概 几十亿的 宇宙难民来到地球 当然 在故事发展 就是因为地球不够位 给他们 不够位给他们 居住 所以其实是赶他们走 当年就好像谈不够数 才开战 最后其实是要超人吉田 抹杀了这二十几十亿的 巴鲁坦蓝民 我们现在先讲 产品 这种造型 其实就是参加 超人吉田 第二话出过的 巴鲁坦星人 劇情之后 也有五个 巴鲁坦星人登场过 分别在超人阿香 超人80 也有登场过两次 好啦 其实 巴鲁坦星也是 造型上 也是 最多的一个 外星人角色 相比起 如果跟格斯拉比的话 他都算多 而且他的技能 在后面的宇宙人和怪兽 都有 参考到他的技能 像分身术 引身 和一些信仪 当然 还有这个超巨大花 在平成 这个是麦斯的其中一集 Max的其中一集 好啦 在今次的商品上 我们现在 我首先扭一下 其实 有点像软胶 这只手 对呀 他的关节 又是两个手 和腰都可以扭到的 最特别的其实是钳 我记得上次在动漫节 Owen 你是不是说他像怪兽走场的炒饭 对呀 那个碗 因为他们 真的有心 只剩下 钳的形状 炒饭 但这个位置的可换性 也挺高的 而且 可以模仿当年的光线技能 和 串人对波也是这样的姿势 这个是左边必输的 对呀 看回商品的表面 其实都是做皮套的那种感觉 有很多阴影位的 例如脚部份 这个阴影位是最明显的 仿照圆着的 就是它做相饰的方面 其实都 还原度都很高 对呀 都像当年第二集出现的皮套 讲回眼睛 大家可能会看到 它自己会穿的 其实它就用了一个触碰式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 摇一摇它 两只眼睛就会穿着 这个设计的好处 就是一些发光的玩具 通常都会有开关 我们通常会忘记 就会 没电了 不是那么好 这个设计都很贴心 它自动着了10秒之后 它就会 关上灯 防止大家没电 亦同时 补充那句 其实它本身 即眼睛的设计 如果你真的没电了 那怎么办 其实是可以用一些扭电 自行更换的 只要你用相应的扭电 其实都 都可以的了 给大家看一下后面 大家看到它后面的雕刻位也挺多 大家可以看到它粒粒粒粒的 不是很平面 那好了 现在我就自己拿了我自己的收藏 就是这个SHF的八路坦星人 虽然对比是比较小 但是其实 对比它这一只 的上色 其实我比较拜就是 大一只这个上色 可能因为它的面相对来说 大一只 在上色方面的处理 相对来说会 更好 更新一点 还有在那个 皮套的质感 其实是做得很漂亮的 因为当年 那一集的场景 比较偏暗一点 和晚上拍 所以它那个颜色 应该是深色一点 会比较 比较 如果你对比的话 其实是 偏灰色 没有那么蓝色 当然了 或者可能是 跟回 我相信设计那个 设计师可能是 跟回一些 剧照 或者是 订杂的造型 因为其实 如果你用回 初代版的 巴鲁坦星人的造型 有时候你看到不同的 例如说 偏蓝色 眼睛会橙色 红色 也有 灰色我也见过 对 在这个样子的造型上 其实是很多变的 就视乎本身 设计师是用 哪个样子来做 推销 巴鲁坦星人这次的造型 其实在MAX里面也出现过一次 其实是还原 我们超人吉田第2集出现的造型 在当年的剧情里面 巴鲁坦终于第1次尝尝到 打赢超人的滋味 是的 同时 亦都做到 一个点就是 塑造到巴鲁坦星人是一个 疯狂科学家的形象 首先是有 很多的 招数 改造 那方面 其实 真的发挥到 临来尽致的 你会看到巨大化踩着超人 分了很多个身 即使你 那场都非常经典 大家都出到无限分身 互打 是的 还要是他赢王 亦同事是怎样呢 我听过很多朋友 说回 不是一些 超人物 他说回 因为那时候 TVB也有做过 其实都是 整天都说回 这一集的桥段 因为真的很经典 以及很深入闻深 亦同事 他也知道是被人砍了 十几个都可以 还原 当年效果也挺特别 其实在那一集 我觉得 是用了一个很夸张的手法来描写 亦同时用 超和版 初代爆炸弹星人的造型 来做回 资金 因为造型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超人高斯 他也有登场 但是造型完全不同 就是这个 更新了 会变成 Q版的爆炸弹星人 大家可以留意 之后就变成 战斗版的爆炸弹星人 有很多刀 放出来 肩膀可以有些飞标出来 对 更加有忍者的feel 切入原本是宇宙忍者的 称号 好了 去到最后 做回我们玩具日报的风格 就是 给予商品一个评分 10分满分 Hero 你收藏了那么多 超人怪兽的产品 因为 你是网店 如果你做一个评分 10分满分 你会给予这个分 近年来 算是出最大尺寸的 包裹弹星人 有60cm高 其实以这个尺寸来说 可以做到这个的颜色 这个质素 我可以给予8.5分 8.5分 我都说过是 其实是1966年的怪兽 外星人的皮肚设计 它主要的 质感其实是粒粒粒粒粒 不会平滑的 就是很多怪兽 外星人的设计 其实我是十分喜欢这一种设计 就是这个设计 那 再加上这个产品做到这个 造型之外 上色的方面 还有我最喜欢它是着灯 包裹弹星人的眼睛会着着灯 和小玉 我自己都会给到这个 8分 也会给到这个评分 OK 现在这只包裹弹星人 在Hero Toys的网店 都已经上了价 我价钱是1680元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Facebook 问 好了 Hero帮自己卖完广告之后 去到最后 我换个日报 怎么都要卖广告 换个日报 我们每逢星期五都有新片出 我们也是这个Facebook的群组 如果大家喜欢的就进来吹吹水 另外如果喜欢这条片 就记得 like我们这条片 分享出去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一有新片 我们也会通知大家 Hero还有没有要补充 没有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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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